滚蛋吧废话 美国为什么很少举行阅兵 一 美国民众不喜欢 原因是坦克碾坏了露面 武装直升机扬起的沙尘 破坏了旁边的雕塑员 二 他们也不需要 在战争中 想要击杀一名敌军 需要消耗多少子弹 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消耗各种弹药 加起来达到了60亿发 但仅仅只击毙了24000名一军 相当于击毙一名敌军 不要消耗25万发子弹 而狙击手平均只需要1.3枚 我们当初从乌克兰引进了多少核心技术 超低价格收购国产航母 辽宁舰的前身瓦梁格号 燃气轮机的生产技术 引牛气垫登陆艇 航母阻拦锁 以及进载机的全套技术 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领域 还有更重要的人才引进 这是一颗可以顶着核弹头 全世界乱跑的河鱼雷 它就是俄罗斯隐藏在北极深海的 河东内波赛东河鱼雷 它可以在水下1000米深 超高速无限续航 基本无法拦截 打击方式为引发400米剧烈海啸 摧毁沿岸1500公里的小型城市或国家 它是漂亮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让凉具感到寝食难按的便是 插波段相控阵雷达 探测距离超过2000公里 萨德能轻易拦截200以内的目标 一枚萨德导弹价值超过一个亿 即使不惜的弹头 破坏威力极大 粉丝提问 二战主要交战国哪国士兵吃的最长 二战时的中国军粮是最匮乏的 大多数士兵都难以吃饱 挖草根啃树皮 早已成为常态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无数先烈换来的 为经我族苦 何享我族福 地图上的雄鸡 永远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坚决反对 重洋媚外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